早上6點18分來看到歌手林慧平在台北開唱 大家預期這優美的歌聲 但是我們記者發現他不小心又突催了 這演唱招牌歌《秦南枕》才唱第二句就搶牌 等了三年歌手林慧平在台北開唱 少不了這首招牌歌曲《秦南枕》 但一開口拍子馬上出狂狂 就算是不存在我身心的雨 台唱第二句就明顯搶牌 只見當時林慧平一雙眼珠這麼一轉 慢慢側過身和樂隊打pass 再這麼用力一比 將還是老的辣節奏一拍即合 其實林慧平今年6月擔任金曲獎表演嘉賓 就曾經唱《秦南枕》唱到大走音 下了台還用白紙遮裂 這次搶拍出現不驚 表演明顯沉穩很多 拉大提琴小秀才藝一席身兵紫色 玩領無挑戰尺度給歌迷驚喜 其實這也是林慧平恢復 單身後第一場演唱會 詮釋情歌更有韻味 就算小小出雷 看在粉絲眼中 永遠的玉女還是完美如霞 中天新聞 既然沾遠和泛西 與SM小出台北唱會 來到